牧羽鬼脉 Tage Zease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再次的欢迎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参加今天线上的崇拜聚会 在还没有开始聚会之前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身心灵来朝见我们的主 虽然在线上聚会 但我们深信我们的主就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这时刻安静自己一同的进入敬拜 我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开始今天的聚会 让我们一起的唱主在圣殿中 今晚 Johnny先生 中国主义 爸 之后 每天 敬拜 尽 大 正在多地深殿中 全地当保释述境 全地当保释述境 在这面前 当受尽 当受尽 受尽 者济浅 阿们 请听上帝的话 因耶和华本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贡物来献在他面前 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让我们这时候再次的来祷告 我们的圣天父 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因你的恩你的爱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 我们来敬拜你 服侍你 虽然我们目前不能够到教堂 和弟兄姐妹一同的敬拜你 主啊 现在我们个人在家中 我们同样的在线上来敬拜你 主啊 你是无所不在的 主啊 你就在我们当中 也求主你赐福 我们今天 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 也验纳我们的敬拜 我们更感谢您过去这一周的保守 看过我们众弟兄姐妹 让我们平安的度过 主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也为主啊 我们自己在过去一周 得罪了你 得罪了人的地方 我们向你犯罪的 主啊 求你穿束 求主耶稣的保鲜 来遮盖洁净我们 让我们在你面前 再次的靠坐主你 过得胜圣洁的生活 主啊 我们需要你 愿主你赐福我们今天的整个敬拜 主啊 也验纳我们的敬拜 我们也今天所要领受的道 主啊 求主你再次的施恩 透过你的仆人 你看传道所要传讲的信息 恩高他的口 主啊 让他把你的话语清楚的讲解 让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主面前 能够领受你的话语 能够明白你的真理 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能够因作你的真道 而得做复兴 得做成长 主啊 求主的使徒听我们祷告 带领我们以下的时光的敬拜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这时候我们一同来来宣认 我们的信仰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真与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 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让我们一同的来 唱诗赞美族 你真伟大 我的适合 我信 不知莫观看 你所所找一切奇妙的空 万见星宿有顶到隆隆为山 你的大功 埋满了宇宙中 我临家长 咱们修处和山 你所为大 阿达为大 我临家长 咱们修处和山 你所为大 阿达为大 我临家长 咱们修处和山 我临家长 咱们修处和山 我临家长 咱们修处和山 你所为大 阿达为大 我临家长 咱们修处和山 你所为大 阿达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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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向前方的崇拜情方 命要颂养 刹那你这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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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取著《帖撒罗黎迦》前书 第二章一到十二节 上帝的话说 弟兄们 你们自己远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 并不是突然的 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炉 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 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 不是出于误会 也不是用诡诈 但神既然厌重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讲 我们就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喜欢 乃是要讨那 查验我们新的神喜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畅昧的话 这是你们知道的 也没有常做贪心 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 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即使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弟兄们 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公义 无可指责 由你们做见证 也有神见证 你们也晓得 我们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祝福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 那造你们敬他国 得他荣耀的神 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 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 这样追求可目的心 也求神保守我们 不要我们 受到其他的事情的影响 我知道 这样的方式 我们容易走神 可能没有在现场 我们那么投入 也求神 能够真的 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论 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 都有一颗 这样敬畏 敬虔的心 好 今天我给弟兄姐妹分享的一段经文 是帖萨罗尼加前书二章的一到十二节 我分享的题目是传道侍奉的榜样 当你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 不要误会我是讲给同工牧者听的 其实我是对每个弟兄姐妹所讲的 因为我每个人都是那位传道或者说传福音的人 也都是那位侍奉神的人 只是在方式上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同而已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当中来看看保罗 他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传道师封的榜样 好 我在这里想先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如果说起一位榜样 在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谁呢 谁又是你的榜样呢 你可以在这里想一下 对我而言 我会想起在大学团契时的一位目者 当年他到时候毕业 在韩国读神学 回到国以后呢 他就来到了我们小小的团契 那时候我们团契还是在外面租房聚会的 其实条件蛮难的 你知道一群的穷学生也没有多少的奉献 但是这位目者的服饰 却给我们的生命带来许多的触动和改变 那时候我就常常看到他走到街头 然后给别人分享福音 我也看到他走到校园去认识一些的学生 他也常常的去买一些的东西来送给同学们 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多少的收入 但是他依然愿意在我们中间奉献 他也常常做一些拿手的饭 然后邀请一些还没有清楚的目道友前来分享 他就这样在我们中间尽心尽力的来服侍我们 以他真实的生命来牧养我们也来改变我们 就在那一段时间可以说他开启了我信仰的一扇大门 感谢主他成了我的榜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实的见证和榜样真的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感动 伟大的非洲圣人史怀哲医生曾经说过一句话 好榜样不是影响别人的主要因素乃是唯一的因素 虽然听起来有点严过其实 但也能够看到榜样所带来的作用 今天我们就看这段经文 看看保罗他在贴萨罗尼加教会是怎样传道和侍奉的 下面我就会从三个小点来分享这段的经文 我叫分享的第一点是传道侍奉要有无谓的勇气 经文一到二节我来诵读 弟兄们你们都知道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白费功夫的 我们从前在菲利比虽然受了苦又被凌辱 可是靠着我们的神在强烈的反对之下 仍然放胆向你们述说神的福音 这是你们知道的 透过这两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是怎样的传道和服事 在这里我们不免要问一个问题 谈到胆量谈到勇气 说为什么传道侍奉需要勇气呢 在这里保罗他就给我们述说了他的经历 就是他在菲利比受苦 这是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一到四十节那里有记载 就是有一天保罗他医好了一个被邪灵附体的人 但是这一个痊愈的婢女呢 他就不能为主人赚钱了 因为那个被邪灵附体以后 他可能就会粘博 然后等等哎呀做一些的事情就可以赚钱嘛 于是主人很不开心 他就带了一些的人 就把这个保罗和希拉抓到了官长那里 群众呢就扒了他的衣服 然后棍挡了他们 然后还有御族就关了他们 给他们上了牧家 可以想想那个过程是多么惨烈 又被打又被抓被关到监牢 但是感谢主后来蒙生的拯救 保罗和希拉也就逃离了菲利比 但是当他逃离以后 他有没有停下来呢 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你看保罗传道是不是被毒打了 但是他有没有怕呢 他有没有退缩呢 其实没有 他乃是辗转几路 来到了当时希拉的第二大城市 帖萨罗尼加 他乃是继续带着 胆量和勇气去前行的 他没有退缩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传道侍奉的过程当中 会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 所以保罗他必须要有 这样的胆量和勇气 才能去做这样的工作 当他来到帖萨罗尼加的时候 其实他也同样面对着极大的反对 在这里这个反对可以指在竞赛 争斗或征战 但是在这里指着保罗 与犹太人的辩论 在《使徒行传》17章2节那里 寄到保罗一年三个安息日 在会堂里面与犹太人去辩论 我们可以知道是犹太人盯死了耶稣 如果在这里又有一个人 竟然传讲耶稣的道理 还宣讲耶稣的复活 你就知道犹太人他有多么的气愤了 果不其然 犹太人就带领一帮的市井流氓 然后就在大庭广众之下 又捉拿了保罗他们 你看到保罗无论在任何的地方 传道服侍 他都面对着极大的挑战 但是他有胆量 但是这个胆量乃是他靠着我们的神 他就放胆去传扬主的福音 各位我们看到 传道侍奉会遇到挑战 传道侍奉 我们就需要有勇气去克服 去面对这样的环境 所以保罗他为我们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他是单单的依靠神 得着勇气和胆量 在任何的环境之下 他都去传扬主的福音来见证主 透过保罗的经历 各位我们看到了 他是怎样的侍奉 当然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今天的处境下 我们会同样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 在这里我可以跟姐妹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 我有幸接待了一位北京的弟兄 他是一位教会的同工 他和我分享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 读研究生死的经历 因为在北京 他的教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教会 所以政府就以聚会不合法的名义 然后取缔了他们 而且关停了他们的聚会 也约谈了很多教会的领袖同工 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个学生呢 这个朋友也被他们的学校盯住了 于是学校就安排了一位院党委副书记 专门负责他 就是经常盯着他 就为了不让他去聚会 每个星期天早上不到七点 这个老师就已经蹲守在这个宿舍楼下了 这个学生如果今天那天要出去的话 这个老师就一直会跟着他 反正是不让他去教会了 而且学校还威胁他不让他毕业 你可以想象他所面对的那种的压力 他和我分享他非常的害怕 他也想过安安分分的读书 顺顺利利的毕业 就不再去教会了 也不在教会里面服饰了 也不在学校里面给别人分享福音了 但是他心里很挣扎 心里也很苦 后来他就安静下来去祷告 在祷告当中 神就给了他力量 也安慰了他 当他从这种惧怕走出来的时候 他就立下心志 但是无论学校给不给他毕业 他绝不妥协 他依然有机会就去聚会 他在学校里面读经 祷告 然后一有时机的时候 他就跟同学来分享福音 这位弟兄 他就靠着同主而来的勇气 在反对当中 见证了基督的真实 亲爱的弟兄姐妹 透过保罗和这位弟兄的经历 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看见呢 首先 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知道 传福音是有拦阻的 你可以细想 在像在其他的国家 可能那些比较保守的国家 信仰会常常会遭到迫害的 常常是不合法的 可能不像在新加坡 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么的自由 当然在传福音的时候 可能有人就会举报你 也因为你的行动 可能会让你遭到一些的损失 可能也会丢掉一些的机会 然后被人拒绝 遭人冷眼或者是被人嘲笑 等等都有这样的可能 或者说 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也会带来许多的惧怕 但是当我们有惧怕的时候 我们要先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来省察自己 我们的惧怕从哪里而来 是因为我们 可能会丢掉一些的东西 会遇到危险等等这些的事情吗 我想有些的东西 可能是出于我们自我的 所以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 在一些的处境下 能够给我们勇气 当然这个勇气不是天生的 不是我们一信主 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都有胆量 都有勇气 去为主做见证 去传道 去侍奉 去传福音 但是我们需要在经历当中 一点一点的去积累和操练 当我们经历到这位信实的神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有力量 我们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 然后去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也更要明白和记得 放胆不惧 我们就需要去依靠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的平安 我们的力量乃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也愿保罗这样的榜样 能够成为我们的感动和激励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能够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 去给别人去分享福音 或者说 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 也能够带着这样的勇气 去面对各样的挑战 传道侍奉 除了有无谓的勇气之外 其实还需要有存全的动机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 第二个小点 传道侍奉 要有存全的动机 经文是三到四节 回来读 我们的呼吁不是错谬的 不是误会的 也没有诡诈 相反的 神既然考验过我们 把福音委托给我们 我们就传讲 不像是讨人欢心的 而是讨纳查验 我们心思的神的喜悦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 他继续的为自己辩驳 他在这里说 他的呼吁 不是错谬的 不是误会的 也没有诡诈 在这里 我们也同样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传道侍奉 要有存全的动机呢 其实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 保罗已经给我们了一个答案 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存全的动机 我们就会带来那种的错谬 就会带来那样的误会 也会带来那样的诡诈 在这里的错谬的意思 就是传达错误的信息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纯正的动机 可能我们就会以错误的信息 来误导别人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纯正的动机 可能我们所讲出来的东西 就是误会的 在这里 这个误会 本身就有一种 这种悲误的动机的 这样的一个含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没有这样的存全的动机 也就会带来这些负面的东西 就会带来这样的阴险 或者说是欺诈 所以保罗在这里 他极力的为自己辩驳 很有可能 他在那个时候 就遭遇了许多人 对他这样的诽谤 就说保罗 你传的是误会的 然后你的动机是悲误的 然后你是欺骗我们的 在这里 保罗明明的告诉了他们 他所传的福音 乃是正确的 乃是纯正的 他们对他们的信徒 也是诚实的 在第四节里 保罗指出他们传道 更是出于神 对他们的托付 是保罗对神的顺服 他们也只是忠心的 传讲神的道 不是讨人的欢心 也不是取悦别人 不是为了达成 别人的意图 来满足私欲 而是讨神的喜悦 所以保罗给出这样的辩解 无论当时有什么样的人 来污蔑他们 说他们是随意捏造信息的人 或者说是见风使舵的人 在这里保罗都坚决的反对 他们乃是讨神的喜悦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透过这两节的经文 也给我们看到保罗 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 存全的动机 他是单单为着神的 他传神的信息 不是带着私人的目的 而是能够来顺服神 来做神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让我们能够 从这个小点当中 能够看到保罗 他给我们做了这样美好的榜样 和见证 也愿我们能够在任何的时候 都能够带着 这样一个存全的动机 来服侍 去传福音也好 然后做教会的服侍 与人相处 都带着这样的动机 在这里我同样 给弟兄姐妹来分享 一个小小的见证 是我大学的时候 一对老师的见证 这位老师 他们来自加拿大 也可以说 他是在我信仰的成长过程中 带给我很多帮助和影响的人 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国家 来到中国 就到了当时我读的大学 做了一名外语的老师 当时他来 绝对不是为了工作 他乃是为了传福音 他就在学校并工作 也在家庭当中 来接待许许多多的学生 就这样在中国待了十多年的时间 他给很多的学生传了福音 有很多的人 因他的服侍而信了主 但我认识他的几年当中 其实我就看到他 真的是在我们中间 一直的奉献和服侍 他的服侍没有其他的动机 所以他来到这里 不是为了赚钱 也不是为了求取一些的荣誉 他就在那里安安静静的 来帮助一些的人 来牧养一些的人 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 真的给我许许多多的感动 我有三年多的时间 就常常在他家里面去聚会 虽然在前两年 他已经回到了加拿大 但是被他带领过 服侍过的学生 真的是常常都会想到他 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真的给我们留下了 许多美好的回忆和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是传道侍奉 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存全的动机 不论是我们做牧者的 还是我们弟兄姐妹 在生活当中 你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或者说你为着信仰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带着这样一个存全的动机去做 当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也不得不去反思我们的生活 反思我们的服饰 也反思我们有没有带着一些不好的动机 我觉得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 在他里面来信仰 真的 我有发现 有一些的人 有时候传福音 他们不是真实的为着一个人生命的得救 他们乃是为着让教会的人数增加 有的人很热心 他就一直往教会里拉人 但是他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却是想让教会的人数多起来 让别人看着我的教会有多么的兴旺 有的时候也是出于自己的野心 在传讲的时候 可能他已经就模糊 或者是混淆淡化了福音的真理 可能已经变成一种比较廉价的讨人欢喜的东西 可能营造了一种四海之内接兄弟 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那种的氛围 也有的人 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只关注那些上层人士 可能有着体面的工作 可能是做老板的 或者是做官的身份比较显贵的人 他们只想结识这个层次的人 但是他们不愿意去接触那些社会的边缘人士 可能那些贫穷人 或者说是没有人照顾的人 或者说是孤儿等等 这些的现象都是带着一些错误的动机 包括在我的家乡 我也有看到有的教会 他们在传承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的领袖传承的时候 竟然把他做成一种家族式的任务 他们不是寻找那些蒙昭 然后有能力又有负担来做的人 有时候他们就找一些家族里的人 然后只是为了好像是家族的产业一样来延续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不好的动机 总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 因为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 真的若我们有这样不正确的这样的动机的时候 也求主赦免我们 也求主转变我们 我相信唯有存权侍奉的动机 才是教会的出路 也才是神所喜悦的方式 传道侍奉 他所需要的东西 其实是蛮多的方面 我们只能从这段的经文当中 能够看到保罗所带给我们的几个方面 下面我们就来分享第三个小点 就是传道侍奉 他要有磊落的言行 谈到言行的时候 我们要看这整段的经文 如果我说一个人的言行好 然后最好的证据是什么呢 是一个人在那里说 哎呀你看我 哎我有好的品格 然后哎呀我是多么的尽心尽力 然后劳苦在你们中间 你说一个人这样说真的有有那种力度吗 但是保罗不是这样 他在这一节啊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常用的一句话说 这是你们知道的 一共出现了有四次啊 保罗他讲这些啊 他们不是怎么样 他们是怎么样的时候 他已经说这是你们知道的 他也有两次提到说 这是神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的 保罗的言行是可以被人见证的 不是他自己在那里说 他自己多好做了什么 我觉得 无论是我们在牧养过程中 还是与我们的朋友分享福音的时候 还是我们活在人群当中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磊落的言行 因为言行是让别人来看的 是我们为主做见证 因为人能够认出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 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也透过几点来讲 我们也可以大致的看到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磊落的言行 我们常常会带出来什么的 就像我们可能会去说奉承的话 我们可能去起贪心 或者求取别人的荣耀 那这一段里面 保罗也就从这几个方面 他做了进一步的反驳 第一处在第五节里面提到 保罗是不说奉承话的人 这个奉承就是恭为人 迎合人或者是巴结人的意思 但是保罗在第十一到十二节做了一个回应 就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有一个比较对称的结构 或者是从第一点他给了一个否定 然后他在最下面做了一个的澄清 在这里保罗他就用了一个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比喻 说父亲是怎样做的 是怎样劝勉鼓励和叮嘱他的儿女 就做出来一个的对比 说难道父亲是这样恭为迎合自己的儿女吗 不是的 父亲乃是在那里勉励鼓励叮嘱自己的儿女 而且在第二个否定是他们没有起贪心 没有借故起贪心 这个贪心可以理解成欲念或者是贪图财物 但是在第九到十节就提到保罗的实际行动 保罗是辛苦劳碌和昼夜做工的 保罗把自己描述成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就可以知道一个贪心的人 怎么可能为了别人去这样辛苦劳碌 或者说是昼夜做工呢 他免得别人受累 所以保罗也同样用这样的方式来佐证 他们是没有借故起贪心的 第三个否定就是不求取人的荣耀 求取人的荣耀就是指 从人而来的声誉或者是称赞 他的服饰不是 让别人来夸他称赞他 说保罗你真厉害 然后你真优秀 怎么怎么样 但保罗在这里 他同样在六到八节里面 用了母亲的比喻 母亲是怎样儒养疼爱自己的孩子 当一个母亲去儒养孩子的时候 母亲心里想的是 哎呀你这个孩子要称赞我 你要将来给我荣耀 我觉得一个母亲 他们不会有这样的心思 所以保罗他在人群当中 所做出来的那种言行 就是他怎样说 诚实的话不求人的荣耀 然后不起贪心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 在人群当中非常宝贵的记号 当然我们更要看到那一位 他所服侍的上帝 因为是上帝拣选呼召人 使他们可以进到 他所预备的国度里面 也使人能够配得上 那一位造我们的神 接下来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看到 我们需要有这样磊落的言行 如果我们没有 我们将会失去我们服侍的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 跟我们作为的人传福音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会相信我们 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言行 就没有人会看中我们的服侍 因为我们的心不是那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在传道事奉当中 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累论的言行 它就像一个美丽的装扮一样 它是我们生命当中 美好的一个记号 它呈现着我们生命的品质 我想在我们的身边 你一定会看到一些的人 有可能是你身边的牧者 或者说你以前的主日学的老师 或者说你身边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在生活当中 展现出这样磊落的言行 他们的言行不是他们诉说的 乃是你所知道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言行 真的可能会带来很多的伤害 我知道在我们家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那些很好的见证 有位牧者或者是有一个弟兄和姐妹 他们怎样活出来那种的生命 就可以给教会给人带来许多的祝福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甚至带来的伤害 之前我就知道有一个教会的牧者 就在我们家那边 就在建堂的时候 面对很多金钱的诱惑 他就挪用了建堂的钱 后来这件事情半露了 然后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教会内部也带来很多的伤害 到这件事情传到周围人的时候 那些不信的人耳朵里的时候 哎呀真的是他们很失望 他们看到了 既然教会也会发现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对教会的信心变得更小了 真的是累落的言行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保罗受到质疑和诽谤的时候 他以真实的见证为自己辩驳 也让我们看到保罗 他的言行是如此的真实 在这里我们需要也有一些的反思 如果你是一位牧者 或者是同工 你有参加服侍 你是带着怎样的言行在服侍呢 可能我们是要去来 警察我们的心 我们是否是讨人的欢心呢 或者说也会对人说一些奉承的话 却没有以神的话语或道 好好地去建造和牧养人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利用一些个人的关系 或者是职位的便利 去为自己毛一些的私利等等 可能我只是想象了一些的可能性而已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成为我们的提醒 因为我们作为牧者 常常在生活服侍当中 也会面对很多的试探 和诱惑 我们也只能求神 能够常常地扶持我们 来加给我们力量 而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 同样也成为我们个人的提醒 可能要回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我们在工作当中 是否为了博取上司 或周围人的认同 我们去说一些虚福的话 或者说谄媚的话 恭维奉承的话呢 再有或者我们是否常常 爱去抢风头 为了获得一些虚福的荣誉 这些人不好的行为 或者说不能见证基督的行为 他不能说我们更好的来荣耀基督 求神帮助我们 也让保罗的榜样 成为我们生命的感动 也让我们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 来思想保罗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看保罗是如何的效法基督 我们也效法保罗 更效法我们的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的时代 已经过去千年之久了 但保罗所传讲的话 和他所展现的生命 依然还活在今天 无论你是传道人 同工还是一位信徒 盼望我们都能效法 保罗传道侍奉的榜样 我们也在生活当中 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行为 让我们一同来依靠 这位复活仍然掌权的基督 也不断地操练自己 使我们都能带着无谓的勇气 存全的动机和磊落的言行 去见证基督成为教会的祝福 我们地图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 让我们一同在你的里面 来学习你的话语 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成为我们路上的光 愿你的话语 常常成为我们生命里的提醒 因为我们常常会遇见软弱 遇见诱惑和试探 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刚强我们 主要我们更为着每一个 弟兄姐妹祷告 愿你亲自的来祝福我们 来刚强我们 使我们一同在你的爱里面 得蒙恩惠 让我们存着更大的信心 和盼望来跟随你 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让我们这时唱回应诗 预备出去 预备出去 预备人受痛苦 一辈子受考远 预备等候 在家在外 看出路和才见 预备出去 预备等候 预备等候 祷告 祷告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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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礼场 皆所使给 预备安住应当 预备出去 预备灯火 预备作作善事 预备起始风 不论归间 预备完成处事 预备转双 世事之下 预备灵用行事 预备礼场 世主人可 刚强装弹摇零 预备出去 预备灯火 预备作作善事 预备起始风 不论归间 预备完成处事 预备传说 千切金刚 预备去家灵魂 预备出去 预备灯火 预备作作善事 预备出去 预备灯火 预备作作善事 预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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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帮助我们在侍奉,在传扬你的福音的事工上,我们都能够如今天的信息所说的,带着一个无谓的精神, 和勇气,因为祢所赐给我们的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而是一个刚强赚党的心。 主啊,我们也恳求祢帮助我们在侍奉和传福音的事上,能够带着一个纯正的心与动机, 提醒我们在所做的事上,无论大小,都是像给主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 更不是说奉承的话来讨人的欢心,而是一心一意要来讨主的许愿。 主啊,当年我们都能够以一个正式的生命,正式的见证和榜样,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并让我们时时能够在各处选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新乡之气,把人吸引来到你的跟前。 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领受祝福。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唱阿们颂。 阿们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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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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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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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